1月21日上午有一位返乡过年的驾驶员龙某报警说 二十多分钟前自己在高速公路上撞了人 是在事后查看行车记录仪才发现的 高速路上怎么会有行人呢 被撞之后情况又怎样呢 人命关天接警之后 宁波高速交警立即赶往事发地点 寻找被撞行人 第一反应 这有可能是插头东西的 不确定是不是人 然后我前面一搭一搭路车我不转停 然后我就打一个出口 然后行为大出口下去之后 我这里发了监控之后 发到了之后我就 我确定是人人就报警了 当天上午龙某驾车回胡州老家 途经宁波绕城保国寺方向 朝阳附近时感觉撞了人 当他报警时 离事发已经过去了二十来分钟 行车记录仪显示发生事故时 是在上午九点半 视频中可以清晰听到 擦碰发出的声音 由于当时没有停车 龙某并不清楚被撞的人情况如何 而事后龙某发现自己的小车 左后视镜已经撞烂了 想不到是有人在上面 那么这个被撞的行人是谁 他为什么会在高速公路上呢 接警之后 宁波高速交警支队 四大队民警 立即赶往事发地寻找 然而找遍了事发地高速公路两个方向的路基及边坡 民警都没有找到那个被撞的行人 此时另一路民警仔细查看龙某的行车记录仪之后发现 事发时应急车道 停有一辆遮蔽牌照的白色轿车 通过车牌号联系到了驾驶员蔡某 最终确定蔡某就是行车记录仪中被撞的男子 原来当时蔡某只是手臂被后视镜刮到了 她觉得没什么要紧 也就没有报警 那么蔡某为什么下车到高速路上行走呢 蔡某说自己高速行车时 车子挡风玻璃被飞来的铁片刮到受损 于是停车在应急车道 自己横跨四个车道去找那块铁片 民警当即对蔡某给予了严厉批评 碰到类似事故报警即可 横跨四个车道去捡铁片实在非常危险 万幸的是在这起撞人事故当中 蔡某并无大碍 有关事故的其他情况 交警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盛卫东编辑报道 再次提醒大家 高速上出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 不要随意在高速上走动 要尽快车靠边 人撤离并且报警求助 准确地摔苏 好 好